在北部流水蝦餐廳消費高昂 但有一家泰國蝦餐廳 我們只要花700多元就可以體驗到泰國蝦自由 而且一個人用餐竟然還不加收單人懲罰費 這會不會太強了啦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桃園這裡了啦 然後最後這家是泰多蝦流水夾蝦腸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在高雄吃到泰國蝦吃到飽嗎 可是啊我最近在桃園這邊發現這邊竟然有一家 平日700多塊就會吃泰國蝦吃到爽為之 你看到這個價格你不會覺得好像還蠻棒的嗎 不過OK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進去體驗看看它的表現是如何吧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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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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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子的话就是先装冰块 最主要就是虾子夹进来 冰个一分钟左右 把它冰晕了 放到烤盘它才不会一直跳 OK啦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 我还记得最近我们回来桃园 我还跟2000去钓虾 现在钓个母虾池 三个小时就要850 而且还不保证你一定 钓得好 可是来这边夹子 让你直接夹虾的 你应该没有钓不到虾的理由了吧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东西 回来吃吧 来吧孩子 一只一只来都不要跑 欸欸欸欸 很会跳很会跳 欸欸 好啦我们先夹半桶虾就好了 我们来处理它们吧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握自备剪刀它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胃囊挑掉啊 等一下它这个料理过程中就不会痛苦了 我们也比较好考 至于挑胃囊的教学啊 我们有放在shows 连结我应该附在下面啦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28 OK 自己弄虾囊自己清 哦 这边就熟了太过虾了耶 哇哦 哦 哦 赞赞赞赞赞 鸡块就多少吃一个好啊 哎呦 放半腿 哇这是反箭牛吗 哦 诶 这个OK 猪肉 牛肉 牛肉 羊肉 哦 有香鱼耶 哦 牛肉 还有骰子牛 这看起来也是骰子牛啊 没有意外的话 鱿鱼 小花枝 鸡肉 我们吃这种烤肉啊 蒜头 这个不能烧 有它最对味的 这边还有提供蒜泥 哦 来 一碗豆油 哦 这样就好吃了 可乐喝起来 漂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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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冰镇就好了 可是我就觉得说 快刀 展望 我们用这种方式 直接送它上西天 不过这两种出于泰国家的方式 真的就是见仁见智的部分啊 来吧孩子们 水蕊 各位啊 你们看到 泰国虾像白满满的 感觉好疗愈哦 我们就先吃它现场的严举一下 我们久久吃一次啊 这种感觉真的是还蛮爽的 还有说它这个虾子虾头没有处理过 但我们只要把它头里面这个像带子东西拿掉 整个就可以竖起来了 好 这个是红宝石虾耶 哇 各位啊 我们今天能遇到这红宝石真的是赚招了 它是泰国虾最好吃的部位 咱们来吃吃看炸鸡块 我觉得那个炸鸡块它吃起来有一种软烂软烂的感觉 应该是个意外 我们吃个棒棒腿吧 这个比较快熟不会烧焦 各位啊 刚刚店家跑来跟我们说啊 我们这虾子不要放干烤啊 我们加点水让下去烤啊 它会熟的比较快 而且比较均匀啊 我是第一次用这种铁盘烤菜国家 这真的是学到我了 它们在等虾子好之前啊 我们来吃吃看五花牛吧 我们光是以今天这个价位 可以吃到泰国虾吃到包 还有可以吃到肉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耶 算说它现场有奶油可以用啊 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肉啊 它本身就已经有油脂 这样炒一炒也是ok的了 板件牛吃起来 我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既然是以泰国虾吃到包为主轴的话 其他的肉不管表现如何啊 我都觉得它都是不佳的 怎么吃都很划算啊 嗯 接下来是猪肉部分 谢谢你谢谢你 我刚刚有钱他帮我们炒了一份胡椒虾啦 他们这边跟钓虾场一样都提供虾子代客料理 但是说我们这样炒一份啊 他代客料理费用是150 我们今天特别点一份跟各位分享一下 看他手艺会是如何啦 我们先给他放凉 那我们接下来就转小火 让这些料慢慢烤他自己的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转小火 好 店家他带客料理有帮我们把泰国虾开备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胡椒会比较入味啊 我是觉得说它这个虾子炒得好像没有很干啊 如果能炒得干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棒嘛 你看哦 它这上面的胡椒感觉就是有点滚滚 有点像泥状的感觉 不过也不要要求太多 毕竟这是吃到饱的地盘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煮得久一点吧 因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熟 这个没熟 OK啦我觉得这应该是新手上路才会有的问题 跟他们讲一下就好了 因为毕竟泰国虾它是淡水的海鲜啦 我们就还是要吃有熟的会比较好 来吧泰国虾 就是要这样Q脆Q脆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样调的酱配泰国虾刚刚好诶 谢谢谢谢 都有熟了啦OK的啦 他们的厨房应该是对泰国虾料理还没有那么熟啦 之后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好的 诶各位啊我们这只虾子还有红宝石耶 哇哦 今天来了这种十号宝殿啊 你真的可以实现泰国虾的自由 想数多少就数多少 好 我们再重新吃吃胡椒虾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呢 对 对 泰国家就是要这种口感 新鲜有时候吃起来它的肉就是会脆 奇怪 它这肉怎么 一波开始就碎掉了 只是各位啊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情况我什么话都不要讲 你们觉得这虾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觉得这虾子是怎么回事啊 我敢跟各位说我们刚自己捞的这些活虾回来烤啊吃起来真的口感都是Q弹扎实的可是这个 我敢跟各位说我们刚自己捞的这些活虾回来烤啊吃起来真的口感都是Q弹扎实的可是这个 我们继续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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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我们刚从后面捞出来一下子 剥起来都是这样子 喔她不是说去看OME 她不是看啦 我是们alternate 我们损住一下这种 个人 怪兴 你 我的 哇 真是漂亮啊 反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把我们可以吃到的东西就尽量吃给各位看 然后之后如果你想要来这边吃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看你想要怎么吃都OK啦 或是你可以像家人啊 有人就是来这边我就专吃后面泰国虾什么我都不点 我觉得要吃的开心最重要了 我们吃到最后一个虾头 里面还是有红宝石耶 哇 今天的这些火虾真的太有诚意了 还有我们刚烤好羊肉片 我是觉得说它今天提供的肉片品质啊 整体来说以这个价位 还有泰国虾吃到饱的状况之下 品质算还蛮不错的耶 骰子牛 它这骰子牛吃起来竟然也是软嫩的耶 鸡肉 还有鱿鱼圈 我会觉得说吃后面啦有可能是因为泰国虾谁是太惊艳了 所以反而说吃到这种就觉得还好吗 香鱼 这个香鱼算小只归小只啊 可是它吃起来是新鲜的耶 这个香鱼 OK啦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所有的食材了啦 我们等等再去拿第二回合的东西 回来吃吧 哎哟 哎哟 怎么只剩你一只的孩子 剩一只的耶 没了 没虾子 好没放黑哦 谢谢啦 哦 孩子们 来吧 这只要要接通 孩子们 你们觉得 觉得 这样 好啦 你先夹一桶好了 像说你们看到这种泰国虾啊 它通常肚子有爆蛋的啊 我是建议说这个蛋啦 你千万不要吃 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的蛋给处理掉 这样 这样 因为它这虾蛋本身会爆着水分 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给它烤下去啊 它会让这块肚子 比较慢熟 我们吃到垃圾自己收一收 我们吃到垃圾自己收一收 然后我们之前吃吃到垃圾 都有人说 他很讨厌 前面人一次把东西就夹光 他们就留一个 好 有一肯不吃 一肯不吃 点 这肯不吃 它可以这个 那肯不吃 没有 OK 啊各位 哇 各位啊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让泰国虾自由真的是 太爽了啦 曾几何时要吃这种泰国活虾 它竟然从平价变成一个奢侈的消费 虽然说今天来到吃到宝藏 700多块 非常的OK了 你看这么多红通那种泰国虾 你觉得都熟对不对 可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像是这一只 你看 它这边边还有点黑黑的 还有旁边这一只 你看这边也是有点黑黑的 那这只是生的比较明显 各位如果你们有来吃的话 真的务必要把淡水虾弄到全手为止 虾土豆关心你们啊 好几何早期赶你来走 三分天出店 七分口打拼 爱拼 爱吃黑鸭 这间两棒鱼瓜实在是 就接地气的 还有说我们刚刚拿五花牛啊 我还有拿蒜头跟葱花 我们来炒牛肉吧 我们这样用葱蒜炒肉味道好香哦 我们先吃虾肉虾头我们最后一次解决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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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轮到虾头的回合了 各位开门见血 我们剥第一颗头就红宝石了 好大颗哦 算说今天泰国家的体型小归小 但它红饱石真的该肥都很饱满 难公赞的啦 OK啦各位 我们已经吃完第二回的所有东西啦 算是说它今天给我们用餐时间有两个小时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可是我是觉得我们吃了这么多的虾子 真的应该也够了啦 再吃下去我真的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等一下就会吃甜点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吧 咖喱饭吃起来 这家店拥有的咖喱是我们这超商常见的黄蒙特咖喱啦 虽然说它吃起来味道是很好吃啦 可是比起这种咖喱啊 我更喜欢吃基隆的咖喱 嗯 嗯 哈哈的 嗯 嗯 過河冰西亭吃起来 我们刚一进来泰国家 从头吃到尾 我们的味觉已经有点麻痹了 可是吃到这个冰 它让我的味蕾 复活而过来 就算今天中历这边做17度而已 但我觉得能吃到这冰心 就是舒服 水果吃起来 还有柳丁 OK啦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 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葬之后 再到外面做结尾吧 OK OK啦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啦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太多虾的想法吧 诶 各位啦 现在落后了 我吃个蜂蜜 OK吧 这说我们今天的用餐费用啊 除了我们跟他点了代客虾料理之外 我们一个人用餐费用只要 829元耶 其中779元是我们的用餐费用 还有50元是一个人 人头清洁费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今天几个人来 诶 你一个人来 50块两个人来 那各收50块 诶 我觉得这真的 完全没有排斥我们这种一个人用餐的人 诶 这个餐厅 你看到这里有什么好闲的吗 可是这边我真的想要帮餐厅说个话 不管今天是吃哪家餐厅 你只要在周休二日或是在廉价的时候过来用餐 只要人潮一多啊 就算他补的那些食材啊 还有说这些泰国虾他补的再多 因为人一多其实很快就被分掉了 如果你想要像我们一样可以吃的舒舒服服的 我真的建议说平日来用餐 不过我相信大家大多都是只有假日才可以跟着亲朋好友出来用餐啊 因为大家都放假的时候比较好约吗 这个我非常的理解啊 但是我今天有问过老板啊 老板说你如果客满的话 你会遇到虾子不够给的状况吗 尤其是假日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有谁来 有议约的那些我会先估算 他的虾子我要留多少 然后可以接散客 临时来的可以接多少 接到 诶 跟我计算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停 你有预约有时候我们会客人预约9点 那8点虾子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你临时来没有预约我就会跟你讲开谁 我不能接你 因为我9点有预约的我来留给他 如果后续你们真的有来这边用餐 有遇到说真的虾吃不够的状况吗 你们在留言吧 各位最在意的问题 我们今天也帮各位问过 不过你各位如果后续有来这边用餐体验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分享你的用餐想法跟心得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觉得不啦 还有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或者超级感谢观众支持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